今集帶大家一齊來尋找五四年街的順盤 究竟有什麼推薦呢? 有溫泉 有樂園 有商業 有美食 吃喝烏浪 潮玩勝地 還在高鐵旁邊 一房模型 僅需二十餘萬 一百萬內鬧鐘大盡的小滅水 都即將火熱開手了 還想順一點 跟著我來吧 可明火堅住宅 都是二十萬就可以到手了 八百呎兩房 都只需要四十萬出頭 一百三十萬跡 向三千尺 有天有地大別墅 山河相擁 生態環境更是一流 三分鐘到達中心區域 自帶一公里商業街 六百米花海 歡樂世界 海盧空機動遊戲 任任齊 退休 度假 自住就算了 聽說投資回報同樣可以高達九里 不說那麼多 馬上出發 走走五四年一家鄉 欣平 Hello 大家好 我是華爾森鋒城 今天來到我家鄉第一站 就是我們這個欣平黃金全林小鎮 首先可以看看 身後就是我們這個飛行主題館 我們要售納部的話 其實都是位於中間的 欣平的話 就是我們中國的第一台飛機設計師 就是我們欣平的 叫做馮儒先生 話不多說 先說我們的樓盤 五分鐘的話 可以去我們這個高鐵站 未來的話 會有這個高鐵直達到香港西角路 所以非常方便 第二個的話 我們這邊的海陸空的一個遊樂設備 都是要什麼有什麼的 除此之外 我們的商業街 水上樂月等等的一個設施 其實都是數不勝數的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介紹一下 去吧 因為我手櫻 Travis 大雪呢 學會的年青年 小沙悠 它充滿 在旁邊的年青年 一號 無 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此之外,整个楼盘的规划 或者说我们这个位置究竟在哪里呢 照下来先和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区位图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全能黄金小镇的一个楼盘 整个项目占地是1万2千畝 是1万2千畝的一个超大楼盘 但是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我们整个城市的话 是非常适合一个退休生活 或者是度假的一个地点 因为其实它的生活节奏是非常非常非常悠闲 首先看回我们整个湾区图片 我们是分为这个珠江的东岸和西岸的 我们如果是说目前在我们香港过来的话 就可以经过我们这个港珠澳的大桥 来到的话就接驳我们这个西部沿海高速回到我们欣平市的 这个全程的话大概是需要130分钟左右 后期的话如果我们都是走回这条路线的话 在珠海斗门回来我们欣平会有一条抖音高速 那介时的话大概是只需要 从香港过来大概是只需要一个半钟的时间 基本上的话它都可以实现到 去我们湾区1.5小时的一个生活圈 因为除了我们在香港回来的一个陆路情况之外 我们可以选择高铁 因为高铁站就是正正在我们项目 只需要5分钟的一个车程 那现在的话是造成一条黄金大道 过去是1.8公里 所以是一个非常近的一个路程 那并且我们这个欣平站 其实它是属于我们的高铁站 和我们的轻轨站 相结合的 是双线的一个轨道站 那介绍到2024年 我们这个深谋高铁的后半段通车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香港西九龙直达到我们的欣平站 那全程的一个车程的话 大概是需要90分钟 那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路线 即是一个路线 那自驾的话也是按照刚才的一个路线 那再看回其实我们这个楼盘的话 如果是去到江门 广州的话 目前已经是有轻轨 可以到的了 那去到广州南站的话 只需要70分钟 去到我们江门中心的话 都是需要40分钟左右一个车程 那并且票价的话 都是几十元 暂时未超过一百元 当然去远一点的话 就另当别轮了 那除此之外的话 再看回其实在黄金全林小镇 其实是位于我们欣平的一个 如何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闹钟大静的一个 楼盘的一个文女盘 那因为它去到我们欣平新城区 大概目前过去的话 是只需要10分钟的一个车程 所以是非常近的 那边的话呢 包括我们一个感光国际商场 我们一些小学 保健院 我们的人民医院 其实都是位于那个位置的 所以其实它是 距离我们市区 最近的一个超级大盘 目前属于欣平的话 第一大盘 第二个的话 就是如果是说我们日常的一个消费 在我们的小区里面有什么玩 或者有什么吃 基本上我们吃喝玩乐的话 我们的商业街 我们的机动游戏 游乐设施 那这些其实都很齐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美 因为整个楼盘的话 它基本上去到我们一半以上的面积 其实是属于我们一些生态环境 包括我们的水景 和我们的一个山景 其实的空气都非常清新 那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区位 是一千帽 是一万二千帽 一共的话是分八计开发的 那目前的话 我们看到其实立起身那些 都是处于建成 或者处于建设当中 是开发到第五期的 那现在在售 或者是说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情况 目前我们的位置 就是我们这个飞行主题館的 一个最新的营销中心 是分了好几层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 那三楼的话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飞行体验馆 以及我们这里 是会有一个三角翼的滑翔基地的 所以如果你是说来到这里玩的话 它是海陆空上面的一个游乐设施 其实是齐全的了 再去和大家看回我们更加大一点的东西 那我们看到的话 其实进来的那条路 就是我们的一个全林大道 全林大道 进来再往里面走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飞行体验中心 那再看回我们说到 其实来到我们高铁站这么近 我们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我们这个其实是殷平站 高铁轻轨商用的 一个深谋高铁都会经过的高铁站 那目前再建设的话 就是这条规划楼 是叫做黄金大道 到时候来到我们的楼盘出口 这个交叉位的话 再出入去我们这个深谋高铁 殷平站的话 是只需要五分钟的一个车程 总共的路程是去到1.8公里的 整个楼盘就比较大 我们从左手边这样去 从左到右的方向跟大家去解说 那首先看回我们这个方向 目前的话 它的规划就是作为一些庄园 那如果你说和小朋友 或者说和一个人过来的话 可以让他去试试去种植 去体现我们爷爷妈妈的一辈的 一个辛勤劳作 对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的支持 可以回归自然 反扑归震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这个 广东大河马的一个赛车场 已经是开放了的了 包括上年7月的时候 我们公司的一个大型团建 其实都是来到我们的全林黄金小镇的 一共的话是租了两间别墅 其实它的别墅出租的话 租值都高的 一晚好像是1700-1800 那我们都玩了我们这个户外的一个赛车 其实是会比我们室内 其实是刺激很多的 是的 540玩了三转 当时 再过来的话 是规划了会有一个运动公园 以及其实我们会看到 有很多陆化的一些情况 其实包括现在已经建成了一些设施 我们一个湿地公园 我们阴平的市民其实是在周末 或者是说平时晚黑吃完饭 很多人会喜欢过来散步 因为其实它是环湖 而且它的空气清新 所以对于我们退休或者度假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OK 再看看我们目前的一些配套 这个方向的话 会有一个弯谷古村 其实就是模仿一些古村落 给大家去参观的 来到我们项目编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佛恩寺 目前已经是开放了 去到我们初一时五 或者我们大型节假日的话 其实是很多人过来献成 来求神拜佛的 OK 再看回我们再往右手边去走 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这个 华南师范大学的殷平分校 在今年 即是我们2022年的9月 就会正式招入第一批学生 都是作为一个私立学校 每个学期的一个学费都去到万六元 OK 另外的话 再往我们先看我们的项目 我们看到其实动起身的话 有很多已经是受兴的了 包括我们这些别墅 以及我们的住宅 因为目前在售的货量 仅仅是公寓 以及会即将开售的这个别墅 是的 我们首先说回我们的环境 等会最后再和大家说产品 过来的话 我们会看到有条三公里的一条商业街 我们会看到其实会有我们菇尔夫的一些训练场 我们的运动中心 还有我们左手边这边已经是开了一条商业街 包括会有我们的一个做中午餐 我们的一些士多店 还有我们如果是买了的话 可以交给这边去运营的一些托管公司 是的 即是去帮你放租 当然如果我们买了公寓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去装修得更加英俊 通过爱比营或者是美团等等的apps 去网上放租 相当于是资产增值 过来的话 就会有我们一个全民服务中心 当然它还会有一些简单的健康医疗中心 配套的话其实都会比较齐全 除此之外 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其实很多本地的一些市民买来 其实是给小朋友读书 因为它方便 因为它规划的话 其实会有两间幼儿园 会有我们的一个私立学校等等 都很多的 其实它的空气清新 以及它周边的食壳活乐都齐全 因为除了我们的项目自己之余 我们去到我们的市中心 新市中心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近的 再看回我们这边的大别墅 已经卖了 目前就开发到第五期 后期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 其实是有很多环湖的一些规划用地 至于它是做公寓或者住宅 具体的话 就要看回我们后期的一些设计 有些朋友问 我们这个项目 会不会有区所的? 有的 OK 这个区所其实是设置在户中心 其实在我们商业街 已经是有开放的户中心 除此之外 和大家去介绍一下 如果是过来游玩的话 其实可以住哪里 除了一些民宿之余 这边是会有一个爱必龙的全林酒店 这边相对来说 它的价钱就会比较高 平日的话就去到600多元一晚 即是一些公寓式的产品 如果是说去到我们的节隔日的话 即是差不多去到1000元一晚 我们再来看一看 其实我们项目现在再受 当然在这里再补出一点 这个爱必龙全林酒店的话 其实是有茶楼的 我们的朋友回来可以喝茶 再看回我们现在在售的一些货源 究竟在哪里 因为整个项目真的太大了 我们现在再来集中介绍一下 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月龙湾 它一共是由9栋公寓 以及194套的一个别墅组成的 这194套的别墅已经是完全受兴了 公寓的话目前是在售 面积的话是从40平到82平 军价的话大概是5000多大马装修的 设计的话大概是去到27层高 平均27层高 是两梯5户到两梯8户的设计 不同的动数不同的单元 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平面图 详细的资料可以联系我们的同事 以及有很多朋友已经落丑 去诚意登记 这个方向就是我们的越南湾 一共的话是会有128套别墅 分别会有90平的别墅和140平的 大积一点的话就是位于我们的河边位 转角位 中间的话就会偏小一点 以及还会有中间面积105方 在这里跟大家透露一下 90平的别墅的话 听说它的吹风价都不到100万 具体它到时候开售的价钱是多少呢 当然是 首先是诚意登记了那批客户的话 会享受到一个优先折扣 第二个的话就是享受到一个 首先去营购的一个货源 如果你说对别墅或者别墅仔 有兴趣的朋友仔 可以联系我们 因为其实它的位置非常漂亮 还有它的总价不低 设计的话 我们现在就不说那么多了 一起和大家了解我们这个版房去参观一下 因为我们公寓的版房 目前正在维修当中 所以暂时进不去 当然我们来看看我们今次的一个重点 虽然未完全推出 但其实价钱真的十分之准 还有再来看看我们90方的别墅 有天有地 究竟可以做到怎样的户型 OK 进来的话 首先看到接近大概是30方左右的一个前庭院 OK 我们楼下的话 其实它的车位是去到1比1 并且我们看到整个越南湾的话 别墅已经封了 当然 其实可能它的版房做得稍微会简单一点 到时候如果想做一个渔池 或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种花区 其实都可以的 这个要看我们以后如何设计 还有最主要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270度彩缸的一个落地玻璃 3米半的一个挑空的一楼层高 我们马上进来看看 一进到现在的横厅设计 整个的一个进心位置是去到7米3 我们的开间大概是去到4米左右 可以将我们的餐厅客厅一体化 或者你可以将我们的餐厅的接待区 其实放在我们的庭院里都OK 这边的话做着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那所有的装修的话其实都是紧供参考的 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个风格 去做更加深入的一个装修方案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对着我们庭院的一个房间 我们可以作为长辈房 或者是我们的移动房 因为它始终是90方 两层的一个设计 其实基本上是做了商房的一个设计 当然你可以在我们等阵的2楼 设计我们的空中阳光花园或者阳光房 进到我们的楼梯底的话 这个方向就会有一个杂物间 到时候我们的一些清洁的一个杂物就可以摆放在这里 厕所的一个设计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干湿分离 其实都是常规设计的 那我们可以看看 这里的话其实是通到去后院 但后院的话其实它目前就没有做到很漂亮的一个设计 其实是预留了位置的 大概是去到红色那个位置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上去看一看我们的2楼 究竟是怎样去做 上到2楼的话肯定就是我们的主人房间 那一入门这个位置其实是预留了位置 可以去做我们的洗手间 都可以去做我们相关的一个衣帽间 那里面的一个房间的空间大概是去到18个方 那其实它最帥仔的话就是 可以看看我们的彩光面是真的做到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的房间就算 即是天空不会很暗很暗都好 那其实整间房间的彩光都非常不错 而且我们可以看看 和旁边的一个间隔的话 是有足够的距离 所以不需要靠得太近 那这边的话我们的主人房的阳台 有个小阳台 那看出去的话基本上都是 不会和我们其他别墅区一样 是做到扭对扭 那都是看我们的一个远区 或者是我们一些中心过渡的位置 那我们说到别墅就有天有地 那我们的一个天台呢 其实是哪个位置呢 就正正在我们主人房旁边了 除了30方左右的一个庭院之外 那我们的别墅的话呢 二楼是有做了一个小露台的 如果你说想和朋友在这儿BBQ 或者是说举行一些小派对的位置 空间其实都是足够的 那这一只就是90方的户影 那当然它的吹风价的话 只是不需要去到100万 说是说88万的 那正式开手的时候 还有没有货源呢 或者是说我们抢不抢到呢 究竟的价钱是多少呢 你有没有心动呢 那可以先认筹 下诚意金 或者是先了解一下详细的资料 那我们再去看我们大直望何景的那只户影 那除了我们90方是两层的户影设计之外 我们115方以及140方的画 其实都是三层的 并且实用性真是超级高的 那虽然我们看到 目前一楼是140方正中的庭院的话 大概是去到20-30方左右 那不用怕的 我们的天和地的话 肯定还会有更加的地方 等陣大户就带大家参观 那进入到我们一楼 其实左手边就是我们的玄关位 和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方正的客厅 3.5米一个挑高 特别适合我们一些家庭聚会 整个感觉的话 其实是非常开阔的 那出到来的话 就是我们南向 那它前边的话 我们的河就未完善 正在建设中的 那后期的话 这个位置是会做回一条河的 因为大直的140方 全部都是近回我们的河景南向 这个阳台真的做到超广 大家去到2米2 真的在这里打完掌都没问题 OK 那只一楼的话 其实它是做了两间房间的 那首先必不可小的话 肯定是我们这个掌背房 那掌背房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 大概是去到10个方左右的设计 但是你说做床头柜 和做一个大衣柜的话 其实问题不大 还有我们 不知道我们的朋友仔有没有发觉 其实我们这个 这个阳房的设计 是非常像一些 现在出租的别墅的风格 因为它每个房的设计 以及它用的一个沙发颜色 其实是非常匹配的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洗手间 那好像现在全林这种 在租的别墅的话 其实它是出租一天的租金 有些人可能会用来出价 或者是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聚会 其实它是租到1,500-1,800元一万的平入 如果是节假日的话 基本上去到2,000-3,000元 虽然说 鑫平不是一个一线城市 但是其实它的一个消费的话 也不低 OK 那这边的话 它是做了一个商床的一个设计 那同样 我最欣赏它的别墅的话 就是它的落地窗 它的窗位是做到比较大的 而且它是做了一个单线玻璃 所以它的彩缸的话是不错的 两面做了我们的平台窗 所以它的通风效果都OK的 再来到我们的庫一层 那我看到其实它这间别墅的一个设计 相对来说 跟我们的平时那些会有些不同的 那一样的话 同样是我们的楼梯底会有一个集物间 或者是做一个观赏区 那再来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客厅 那它就做了 就没有做那个干湿分离的 就是简单做了我们的马桶区 和我们的洗手盆 因为其实它上面有很多房间 而且它是做了很多的卫生间 那进来的话 其实正对了去我们的园区 那它也是作为一个合谈区 那相对来说 如果我们的朋友仔 喜欢喝茶 或者是先人聚会喝酒 做些小酒苦 这个位置其实很不错的 那出来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游泳池 好似它这样 那另外的话 你也可以去做其他的一些烧烤的位置 所以其实它这边赈送的面积非常非常大 那除了我们这边看到之余 那我们都可以看回我们隔离的偏厅 这边赈送的面积 那它和其他设计不同的话 它就在我们的庫一层做了一个厨房 当然你后期的设计可以不这样 但是其实它外面有空间来说的话 你都可以将我们的 即将这里当作一楼 因为我刚才来参观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这里是一楼 其实它赈送这里的花圆 基本上都去到百几方的了 一楼的话这个空间就可以 唯所欲唯 不是唯所欲唯 即是可以做你想做的东西 那当然它这个花圆 就没有做得好样板间 很帥仔 但其实我们看到来说 它的可用面积是非常非常大 那当然不同的位置 可能赈送的空间有点不同 具体的话也是要问 确定好哪间 去确认相关的赈送面积资料 再上我們二樓去看看 看完副一和一樓之後 我們上回我們的一個天台位 即是我們的頂樓 都是屬於二樓 一有夢的話 這個位置其實都是做了洗手間 我看到它這間別墅 其實它真的按照我們現在出租的房間的民宿去出租 因為它的房間是做得比較多一點的 同樣是彩光靚 因為這間房間 目前來說是開了兩盞小燈 但是彩光都已經進來了 除此之外 最重要最重要的肯定是我們主人房的設計 它也是做了一個雙床設計的 但是沒有關係的 如果我們是自己煮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匯形同樣有窗 有我們的陽台南北對樓 以及我們稍後再跟大家結構 這個位置的話 還會有一個洗手間 其實它是夠闊的 你說做一個浴缸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OK 還有它在這個方向其實都可以通到我們的一個天台 哇 露天床 OK 完全夠位的 這個位置大概都是二十個方向左右 然後去到我們剛才的床對出來那裡 還會有一個走廊位的 雖然它的層高不是很高 有我們的虎一層一層二層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看 看出去的話 其實它的視野是很美的 沒有遮擋 還有路由有一片的 這個就是我們黃金全林小鎮 即將要推出來的一個別墅 一緊張就說錯話了 好 尋找540加興宣盤的第一集 就是來到我們的欣平全林黃金小鎮 其實它目前在售的貨源的話 其實真的不多 僅僅剩下公元 因為其他已經開出來的住宅和別墅 其實已經是全部壽興了 同大家預先參觀了我們這隻 就是九十坪到一百四十坪的一些精緻的別墅 這個盤作為一個這麼大型、佔地面積這麼大的一個 屬於文女盤來說的話 它的優勢就會比較明顯 第一個就是它鎮高鐵 第二個就是它裡面的一個配套設施 基本上都可以滿足到我們很多想去玩的一個心情 第三個就是它的性價比很高 因為它目前在售的公寓大概是五千兩元一瓶 面積的話就是從四十到八十二 最主要就是我們今次和大家去二仙參觀的主角 好像九十瓶那隻 以及這個區的別墅1,128度 其實已經有很多人現了籌 都是等待它的開盤 其實五四零都非常期待 今期的話先來和大家分享 我們這個全龍王金小鎮的一個整個樓盤 這麼大型的巨舞化設計 不知道你覺得我們這個樓盤有沒有心動呢 如果你是說喜歡我們的視頻 可以給個like subscribe我們在售賣的YouTube頻道 和按一下鐘小鈴 如果你有什麼想看 在欣廷、江湖和西、灣區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大灣區這麼大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樓盤花多雅暖 自助投資 哪裡好一點 有什麼陷阱 有什麼中复位 想知道多點、試多點 可以隨時上我們公司 找我們最主要的團隊聊聊 我們在港九新界 深圳和江湖都有分點 可以說總有一間在左近 還有記得關注我們 環宇水溫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Website 以及WeChat微信公眾號 我們最新的市場消息 熱買的訊盤 或者折扣優惠 就有第一時間通知到你了 還有千萬別錯過我們環宇水溫 全港首創的360全景上帝之一 投資前看真點 勝算是嚴高一點 我們GC高部環宇水溫 吃落全城港人服務 一條龍跟進到收樓 總之選擇知識 包你,I'mky City City City